叮首中,北市民心死变!基层是关键票! 图TVBS!台北市悬战雷鼓响,市长柯文哲积极抢攻蓝营票仓。 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首中今天表示,相信他们心在国民党,也知道民心死变,尤其选战关键票仍以基层为主。 丁首中下午拜会台北市晚华区福音里李长王文图,提出要推动大幅兜更政策,增设安养照顾中心和幼儿供托设施,加强招商引资和推动社区小巴服务,积极推动台北市智慧城市建设脚步,并说若当选将不发重扬进老金。 媒体联认询问,柯文哲13日现身中正区李长连议会,会中大喊动算,似乎积极抢进蓝营票仓。 丁首中说这是台北市政府和李长连议会的安排,他们自行带媒体去采访,此为执政着优势,柯市现任市长并不奇怪。 丁首中说,自己若当选,也会和李长们更频繁接触,且之前出席参会活动时,李长们也帮他喊动算。 对于是否会对部分李长计出党计处分。 丁首中表示,没关系,李长们只是礼貌性帮柯喊动算,不需为难,因为他们在基层接触,服务也都是不分党派,但相信他们心在国民党,也知道民心死变。 谈到今天拜访绿营色彩浓厚的万华区,是否意味回访。 他仅说,自己是一区一区照住走,现在走到万华区是既定行程。 针对是否忧心柯文哲强力进行网络宣传,丁首中认为,选举决战胜负仍在陆军票,基层组织,装脚票,而非只是空军票,里面,宣传票。 柯文哲现在不也是被他逼住一起走基层,拜会礼长,网军很多并非北市本地人,基层还是要顾。 中央社 图TVBS台北市选战雷鼓响,市长柯文哲积极抢攻蓝营票仓。 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首中今天表示,相信他们心在国民党,也知道民心死变,尤其选战关键票仍以基层为主。 丁首中下午拜会台北市万华区福音里李长王文图,提出要推动大幅兜更政策,增设安养照顾中心和幼儿公托设施,加强招商引资和推动社区小八福。 积极推动台北市智慧城市建设脚步,并说若当选将不发崇洋敬老金。 媒体联讯询问,柯文哲13日现身中正趋理长联议会,会中大喊动算,似乎积极抢进蓝营票仓。 丁首中说这是台北市政府和李长连议会的安排,他们自行带媒体去采访,此为执政着优势,柯市现任市长并不奇怪。 丁首中说,自己若当选,也会和李长门更频繁接触,且之前出席参会活动时,李长门也帮他喊动算。 对于是否会对部分李长计出党计处分? 丁首中表示,没关系,李长门只是礼貌性帮科喊动算,不需为难,因为他们在基层接触,服务也都是不分党派,但相信他们心在国民党,也知道民心死变。 谈到今天拜访绿营色彩浓厚的万华区,是否意味回访?他仅说,自己是一区一区照住走,现在走到万华区是纪定行程。 针对是否忧心柯文哲强力进行网络宣传,丁首中认为,选举决战胜负仍在陆军票,基层组织,装脚票,而非只是空军票,理念,宣传票。 柯文哲现在不也是被他逼住一起走基层,拜会礼长,网军很多并非北市本地人,基层还是要顾。 中央社图TVBS台北市选战雷鼓响,市长柯文哲积极抢攻蓝营票仓。 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首中今天表示,相信他们心在国民党,也知道民心死变,尤其选战关键票仍以基层为主。 丁首中下午拜会台北市晚华区福音里李长王文图,提出要推动大幅兜更政策,增设安养照护中心和幼儿供托设施,加强招商引资和推动社区小巴服务,积极推动台北市智慧城市建设脚步,并说若当选将不发重阳净老金。 媒体联讯询问,柯文哲13日现身中正驱离长联议会,会中大喊动算,似乎积极抢进蓝营票仓。 丁首中说这是台北市政府和李长连议会的安排,他们自行带媒体去采访,此为执政着优势,柯氏现任市长并不奇怪。 丁首中说,自己若当选,也会和里长们更频繁接触,且之前出席参会活动时,里长们也帮他喊动算。 对于是否会对部分李长计出党计处分。 丁首中表示,没关系,里长们只是礼貌性帮科喊动算,不需为难,因为他们在基层接触,服务也都是不分党派,但相信他们心在国民党,也知道民心死变。 谈到今天拜访绿营色彩浓厚的万华区,是否意味回访。 他仅说,自己是一区一区照着走,现在走到万华区是界定行程。 针对是否忧心柯文哲强力进行网络宣传,丁首中认为,选举决战胜负仍在入军票,基层组织,装脚票,而非只是空军票,里面,宣传票。 柯文哲现在不也是被他逼住一起走基层,拜会礼长,网军很多并非北市本地人,基层还是要顾。 中央社。 图TVBS台北市选战雷鼓响,市长柯文哲积极抢攻来迎票仓。 中国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首中今天表示,相信他们心在国民党,也知道民心死变,尤其选战关键票仍以基层为主。 丁首中下午拜会台北市晚华区福音里李长王文图,提出要推动大幅兜更政策,增设安养照护中心和幼儿供托设施,加强招商引资和推动社区小巴服务,积极推动台北市智慧城市建设脚步,并说若当选将不发重阳敬老金。 媒体联讯询问,柯文哲13日现身中正驱离长联议会,会中大喊动算,似乎积极抢进蓝营票仓。 丁首中说这是台北市政府和李长连议会的安排,他们自行带媒体去采访,此为执政着优势,柯市现任市长并不奇怪。 丁首中说,自己若当选,也会和里长们更频繁接触,且之前出席参会活动时,里长们也帮他喊动算。 对于是否会对部分李长计出党计处分? 丁首中表示,没关系,里长们只是礼貌性帮科喊动算,不需为难,因为他们在基层接触,服务也都是不分党派,但相信他们心在国民党,也知道民心死变。 谈到今天拜访绿营色彩浓厚的万华区,是否意味回访。 他仅说,自己是一区一区照住走,现在走到万华区是界定行程。 针对是否忧心柯文哲强力进行网络宣传,丁首中认为,选举决战胜负仍在陆军票、基层组织、装脚票,而非只是空军票、理念、宣传票。 科文哲现在不也是被他逼住一起走基层,拜会里长,网军很多并非北市本地人,基层还是要顾中央社。